大S和汪小菲去年宣布结束10年婚姻后 南方频频传出绯闻 而大S则是非常低调过生活 没想到8号突然传出再婚消息 让许多人都相当震惊 52岁的韩团库隆成员巨俊叶 在IG宣布我们结婚了 和20多年前相爱的人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想要延续那份珍贵的爱情 听到她离婚的消息 我找了20多年前的那个号码 联系了她 幸好那个号码没变 我们才能重新连接起来 已经错过太多的时间不能再浪费 所以我提议结婚 七元也终于接受了 巨俊叶透露 此后先办完结婚登记 会一起生活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祝福 大S随后也在脸书转发 人生无常 我珍惜当下的幸福 感谢一切让我一步一步 走到现在的所有 其实大S和巨俊叶 曾经在20几年前交往过 当时大S化身迷美 热烈追求 但因为巨俊叶当时是超级偶像 所以没有承认这段恋情 让她很伤心 不过后来巨俊叶曾在韩众里 提到跟大S是一见钟情 交往大概一年左右 如今又再续前缘 巨俊叶也向韩国媒体表示 他即将出发到台湾找大S 也会在台湾度蜜月 粉丝也涌入祝福 觉得这场爱情也是太浪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